- 死打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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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哇 成佑還沒上喔 - 糟糕 - 欸 有其他人一起看過了嗎 - 死打臉 - 欸 沒有啊 - 這部片不錯看 - 還說是還沒上映 - 他明天上啊 - 這部片不錯看 - 三個我只有看無限之戰 - 這很正常啊 - 這個禮拜 - 應該也只有無限之戰 - 大部分的人 - 但其實這一週有兩部片 - 我很有興趣喔 - 哪兩部 - 它連片名都取得很有趣 - 女巫那一部嗎 - 你才女巫 你全家都女巫 - 那一部的 - 還有另外一部片 - 跟史達林那部也有點關係 - 是那個 - 北韓邀魂解放日 - 喔 那部我在雄影看過 - 欸 它是這禮拜上喔 - 那這樣那部我也可以聊 - 因為那部我看過 - 北韓我也看過 - 結放日 - 可是你這兩部你是有興趣 - 但是有去看嗎 - 我還沒看 - 對啊 - 這樣就不行啊 - 這很麻煩啊 - 那你那個 - 你才女巫 - 你全家都女巫 - 這一部我也沒看 - 但是我很想看 - 它連那個劇情簡介都寫得 - 讓我很想看 - 你知道嗎 - 好 - 等一下 - 我們先 - 先 - 先 - 好啦 - 沒辦法 - 莫走繼續講 - 先講史達林吧 - 先來史達林 - 先來史達林 - 來 - 喔 1953年的莫斯科 - 偉大的蘇聯領袖 - 約瑟夫 史達林 - 猝死於私人別墅中 - 從他倒下的那一刻起 - 他的親信們開始陷入一場混亂政權爭鬥中 - 鬥爭中 - 每個人都絞盡腦汁想勝出 - 想成為下一個蘇聯最高領導人 - 這場蘇聯領袖爭霸戰 - 參賽者有 - 一直處於狀況外的馬林科夫 - 狡詐多端的賀魯雪夫 - 兇殘的秘密警察長貝利亞 - 然而 - 當最高領袖正陷入吵鬧的同時 - 蘇聯要如何 - 繼續往前走呢 - OK - 他主要是這樣 - 他基本上 - 就是他已經把 - 他已經把前提講出來了 - 他就是先 - 他前面的鋪數就是 - 史達林怎麼死 - 然後死亡之後 - 然後的一整個過程 - 一直過渡到賀魯雪夫 - 疊放的過程 - 然後這一個過程呢 - 他基本上就是 - 他是依照實質的 - 那些時間點 - 跟某一些公佈的事件 - 然後他去裡面做編改 - 然後去用笑鬧揶揄的方式去做詮釋 - 因為他原本是 - 改編自那個同名的漫畫吧 - 記得同名的搞笑漫畫 - 所以他基本上是把這個東西 - 直接拿出來拍這樣子 -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 - 是還蠻有趣的 - 因為我光看到這部片 - 看完之後 - 我感覺就會讓我想到 - 兩年前的那個希特勒回來了 - 可是那個是穿越時空 - 然後來到現代 - 只是這個是 - 他把那個時代的東西 - 直接去做揶揄 - 他把這些感覺看起來好像 - 很厲害 - 像神一般的人物 - 然後把他變成凡人這樣子 - 讓我們更貼近他們 - 對吧 - 然後他這部片 - 他這部片有一個很有趣的看點 - 這很有趣的看點就是 - 他們裡面有一種非常非常 - 厲害的那種馬屁情節 - 馬屁情節其實都有 - 我覺得只要出現在極權國家 - 下對上都會喜歡這樣拍馬屁 - 一路這樣拍檔去 - 然後他這部片其實就有 - 比方講 - 他裡面的一段劇情 - 就是他劇情一開始 - 是一場盛大的音樂會 - 然後裡面的監控的人員 - 他剛好就接到一通電話 - 然後接到一通電話之後 - 是史達林打來的 - 原來是我們偉大的領導打來的 - 然後他接到之後 - 史達林跟他講說 - 10分鐘之後打給我 - 然後我電話是什麼什麼什麼 - 然後我接來了 - 他就直接掛掉了 - 然後他就 - 他就說 - 我們有時鐘嗎 - 你剛好幫我寄時間嗎 - 已經過去多久了 - 到底是30秒前 - 還是1分鐘前 - 我是到底要從什麼時候 - 開始算10分鐘呢 - 陳佑終於回來 - 如果是慢打過去還是什麼樣子 - 對對對對 - 誒陳佑 - 剛好在聊那個史達林死了沒 - 對這部剛好有看 - 耶太好了 - 有人可以跟我聊 - 沒關係 - 先讓莫佐講 - 對對對對 - 然後這一段的馬屁 - 這段馬屁就很好玩了 - 因為10分鐘以後打過去 - 然後史達林的要求是 - 他想要這一場演奏會的錄音 - 這一段很好玩 - 因為他知道錄音的時候說 - 我們這場有沒有錄音 - 然後旁邊的人說 - 當然沒有 - 當觀眾開始離場 - 然後已經離到 - 大概剩下三分之一左右的時候 - 他叫觀眾都別離場 - 然後叫所有的音樂樂師 - 什麼都留下來 - 就是我們要再重新再演奏一遍 - 然後還要錄到大家的掌聲 - 什麼什麼的之類的 - 然後就開始再重新 - 再去為了這個領導來製作這樣的東西 - 然後他大概情節就是 - 裡面會有充斥著這種 - 各種的那種拍馬屁 - 或者說那種勾心鬥角 - 我覺得這是本片很好看的地方 -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- 他們裡面口中都會有那種黨章 - 或者說那種 - 我們應該要召集好所有的委員 - 然後我們應該一起共同做決定 -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的 - 什麼集體領導怎樣怎樣的 - 然後就那種感覺好像很高聲的名字 - 可是在他們那種內心的那種權謀 - 還有那種人心的那種狡詐之下 - 他們講那些話都會變得很搞笑 - 我覺得這是這部片裡面 - 他一直想要揶揄的東西 - 可是我覺得他 - 他為什麼會被揶揄成這樣 - 我覺得主要也是因為 - 這部片他拍攝團隊是英國的 - 英國的拍攝團隊去詮釋這樣的東西 - 我覺得以他們這種歐美自己的這種民主 - 或者說認為自己才是現代主流霸權的這種觀點來看 - 會覺得你這種就是那種落後荒謬的體質 - 所以想去觸碰這種東西 - 我覺得這種意圖很明顯 - 但我覺得如果他是英國人的話 - 其實他們應該笑自己也更多一點 - 英國其實你 - 雖然你們現在覺得可能 - 歐美有沒有 - 民主代表 - 但是其實英國的階子意識很強烈 - 英國其實是有女王的 - 他們其實也是有貴族的 - 所以他們自己其實也有點這個樣子 - 對啊 - 所以我覺得也不完全是 - 什麼嘲諷極權國家 - 或是什麼 - 就是他們可能也在某一方面也是在自嘲 - 這只是拿了一個那個 - 史達林的故事 - 你這樣講我也有 - 對 - 我其實也有感受 - 只是講了一個史達林的 - 就是講了一個蘇聯的東西 - 然後他笑蘇聯的事情 - 然後其實可能是在嘲諷他們自己 - 對啊 - 因為比方講他 - 對啊你這樣講的話 - 其實他其實就有在這種 - 他其實也在嘲諷 - 比方講你說無產階級專政嘛 - 可是你裡面的階級制度 - 什麼等等的還是如此明顯 - 而且中間還有這麼多的那種 - 醜陋醜聞 - 然後前後 - 前後 - 前後不一致等等的 - 就見人說人話 - 見鬼說鬼話 - 這些東西出現 - 然後也有可能一部分 - 像促哥剛剛提到的 - 也可能在嘲諷自己的 - 有可能是因為 - 我們自己都民主了 - 我們自己的體制 - 居然還有這樣子一個 - 民主其實不 - 其實民主並不民主 - 民主只是一個理想化的狀態 - 並不是完完全全是那種狀態 - 其實你看 - 其實在台灣還不是會這樣 - 還不是有拍馬屁的事情發生 - 而且不一定是發生在 - 不一定發生在政府單位 - 在公司單位更是明顯 - 對 - 所以這些事情 - 離我們其實是都很接近的 - 不會是離我們很遠的事情 - 你看了會笑 - 我覺得也是因為 - 跟你們日常生活 - 一定有很類似的情況發生 - 對 - 好 繼續吧 - 你們繼續吧 - 然後我自己這個部分 - 我再講最後一點就好 - 就是裡面 - 就是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- 就是有關拍照畫像的事情 - 就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- 就是他們選角真的選得蠻精準 - 就那個整個造型啊 - 真的是很好玩 - 而且它裡面就有那種很耶穌的東西 - 就是像裡面被清算的時候 - 欸 史達林居然有好幾個替身 - 而且有的是作畫的 - 有的是為了拍照的 - 那種那種東西都會出現在裡面 - 然後我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- 這裡面是有那種很多那種小細節 - 都會出現在裡面 - 然後它就是要故意去嘲諷野餘這些東西 - 其實它想要告訴大家 - 其實真實的狀況 - 雖然不一定是這樣 - 但是它想要讓這些東西 - 更貼近我們現在的觀點去看 - 而並不是它想要重現那個時候的東西 - 所以其實即便它的時間點 - 是一樣設在1953年那段時間 - 可是實際上我們在看的感覺 - 你會覺得 - 其實好像跟我們現代 - 不會脫離太遠的感覺 - 你不會有那種脫離的現代感 - 你不會有那種好像有類似像 - 我們現代跟二戰的那種合和 - 誤片法不會有的 - 對啊 - OK 好 換陳佑 - 首先其實 - 像剛剛我看那個聊天室啊 - 大家就 - 是 - 其實是一個用喜劇片的氛圍去拍的嘛 - 但是他們其實就是 - 欸你們剛剛講過故事了對吧 - 對對對 - 我已經無心念了 - 對 - 對就是 - 因為其實在史達林過世那段期間 - 然後呢 - 就是真的他們 - 開始 - 大家開始各自政治清算啊 - 然後開始就是爭權奪利 - 其實那是一個非常心風邪雨的一個過程 - 那這部片很有趣的是 - 它的那種幽默 - 並沒有把那種 - 這種時代的這種血腥感給沖刷掉 - 其實它雖然 - 它是拍一群人看起來笨笨的 - 但是 - 但是你認真去看的話 - 它裡面講了很多事情都非常可怕 - 嗯 - 例如說史達林一死 - 結果呢 - 轉頭 - 秘密警察的首腦 - 貝利亞這個人 - 她就開始 - 命令她的手下開始進去史達林的宅邸 - 然後把所有裡面的女僕廚師 - 全部全部都清出來 - 然後全部都一起幹掉這樣子 - 嗯 - 對然後 - 那這部片 - 其實我也認同莫佐的看法 - 就是這部片是漫畫改變的嘛 - 然後你從電影本身就可以看得出來 - 它其實是在嘲笑極權主義國家 - 因為原本一個國家都是聽史達林一個人的那個 - 就是他講什麼就是什麼 - 然後呢他只要一句話出來 - 所有人就要為他傳這樣子 - 就從前面音樂會那場戲就可以聽出來 - 就即使這個要求很不合理 - 大家都還是要這樣子去為他忙上忙下 - 只有今天這個人一死 - 然後就出問題啦 - 因為首先 - 首先 - 呃 - 這個體制下面 - 都把大家變成笨蛋了 - 因為原本 - 那個 - 尚未走在的時候 - 你只要聽話就行了嘛 - 然後 - 而且如果你想太多的話 - 你可能會更痛苦 - 所以這個國家裡面 - 每個人都是笨蛋 - 然後再來呢 - 聰明的人呢 - 又全部都被幹掉了 - 然後剩下來 - 那些 - 欸就是 - 位高權重那些人 - 他們呢 - 也是 - 看起來笨笨的 - 就不知道是裝笨還是真笨這樣子 - 對所以像裡面有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- 就是那個史達林病倒 - 然後呢 - 他們就說 - 啊怎麼辦 - 我們要去找醫生 - 旁邊人就吐槽 - 他說找什麼醫生啊 - 醫生全部都被我們流放掉 - 我們就是被我們處刑了這樣子 - 不是不是 - 他說要找好醫生 - 但是好醫生 - 找好醫生 - 好醫生不是被流放掉 - 就是處刑 -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壞醫生 - 是這樣嗎 - 很好玩 - 然後他們就說 - 欸可是 - 她是我們的頭頭啊 - 如果被他們發現 - 我們找壞醫生的話 - 不就很糟糕嗎 - 就說好 - 想到一個辦法 - 我們還是把醫生找來 - 那如果呢 - 啊史達林治好了 - 就代表他是好醫生 - 哈哈哈哈哈哈 - 如果 - 醫治好的話 - 死達林也不知道 - 笨蛋 - 麻 - 聽起來很好玩 - 聽起來很智障 - 沒有這是一種很預言性的笑話 - 就是那種那個 - 有點像是那種 - 我們日常生活 - 然後會聽到那種小笑話 - 那種 - 光是聽他講就已經覺得很智障 - 知道嗎 - 或是 - 例如說史達林 - 那個倒下來的時候 - 就是他會那個 - 但是尿失禁吧 - 然後結果他倒的身邊 - 周圍的地板 - 全部都是屎跟尿這樣子 - 然後每一個高官進來 - 全部都要裝模組 - 周圍就要哀嚎說 - 喔不 我的史達林 - 然後就要跪在史達林的地板前面 - 很重 - 然後就跪在屎裡面了 - 然後下一個人進來又 - 喔我的史達林 - 然後要下跪 - 然後就又跪在屎裡面 - 然後旁邊人就看 - 看他們笑這樣子 - 然後就全部人進來 - 然後全部都要裝模這樣 - 周圍演一下 - 然後就很有趣 - 那樣裡面我覺得 - 最有趣的一場戲 - 一場戲 - 是 - 我們都知道 - 那個賀魯雪夫是 - 那個那一輩的改革者嘛 - 後來成為領導人 - 對 - 就是去批判 - 然後去檢討他們之前的 - 然後有一場戲就是 - 那個他們一群領導人 - 他們在開會 - 然後呢 - 就賀魯雪夫 - 他就之前提議說 - 欸我們把之前的 - 以前的那些政治犯啊 - 我們以前關的人 - 全部都放出來 - 這樣子 - 因為呢 - 之前史達林這種做法是錯的 - 然後那個會議上就有人提出來 - 欸我們這麼做如何 - 然後就大家都舉手了 - 說好好好 - 放政治犯 - 這是一個好方法 - 可以籠絡人 - 行嗎 - 這時候突然有一個老人 - 就不舉手 - 他就 - 他就這樣子默默坐著 - 人就說 - 欸阿你的意見是什麼 - 然後那個老者就說 - 呃我呢 - 是絕對不會違背史達林的意志的 - 然後大家聽得有點心虛 - 什麼都放下來 - 然後他就說 - 但是呢 - 史達林呢 - 如果呢知道呢 - 我們要有這種改變 - 他呢會不會 - 阻止我們呢 - 他呢會支持我們嗎 - 然後大家聽了一聽 - 又想舉手 - 又舉起來 - 又舉起來 - 然後就說 - 你們覺得史達林會怎麼說 - 他真的會同意嗎 - 然後大家全部又把手放下來 - 煩了嗎 - 然後老者就說 - 我覺得他會 - 大家又再把手舉手 - 那你講什麼屁話啊 - 大家都已經要決定了 - 你就把手放下來 - 煩死了 - 他們在開那個委員會 - 這個真的很好玩 - 就集體頂導師 - 聽起來就知道說 - 這一群人其實就是見鋒轉舵 - 他們沒有什麼真正的一個 - 他們沒有真正的那個意識形態 - 他們只要想要看說 - 他們想到的只是說 - 要怎麼樣才可以生存 - 或是怎樣對自己來說 - 最有利益 - 就是大家都很怕死 - 所以大家都很怕說錯話 - 這樣子 - 像裡面有一段很奇怪的是 - 賀魯雪夫就找了一個將軍 - 想來說 - 那個貝利亞 - 那個秘密警察頭子 - 他太過分了 - 他絕對不能讓他掌政 - 你呢 - 我們計劃在什麼時候要叛變 - 你就引導你的手下 - 來幫我們完成這個計劃 - 我們就可以掌握這個國家了 - 將軍就突然很嚴肅的說 - 剛剛你講的話 - 我全部都會成交到 - 這個紀律委員會上面 - 然後賀魯雪夫就嚇一跳 - 然後突然將軍就說 - 哈哈 - 看看你的死人臉 - 然後就 - 就是用這種東西嘲笑他 - 然後整部片其實 - 都在 - 都在嘲笑這件事情 - 都在嘲笑說 - 其實 - 就是極權主義下面 - 你們就是 - 你們就是笨蛋這樣子 - 對 - 大家都人人自偽 - 可是你們兩個人 - 看了那個什麼 - 史達林 - 像 - 狂笑 - 真的是狂笑 - 聽到這個 - 這個片名 - 大家應該也會想起另外一部 - 也是同樣是政治諷刺的 - 叫做 - 希特勒回來了 - 對 - 對 - 然後 - 不過 - 希特勒回來了 - 跟史達林 - 死人梅 - 這兩部片 - 很有趣的是 - 他們剛好在笑兩種 - 完全相反的政治理念 - 就史達林 - 死人梅 - 他是以西方 - 國家的角度來嘲笑 - 當年共產 - 蘇聯 - 來嘲笑當年的極權政治 - 嘲笑說 - 你們這樣做 - 其實你們都是笨蛋這樣 - 然後 - 希特勒回來 - 他其實 - 是以西方人自己 - 比較有自覺的一個 - 一個角度 - 來嘲笑自己 - 西方的民主社會 - 對 - 他就是在嘲笑說 - 那個 - 你們 - 就是你們說什麼 - 你們是民主國家 - 你們是自由國家 - 其實你們呢 - 根本 - 比我們當時進步沒有多少 - 對 - 你們甚至當年 - 跟當年的納粹一樣 - 對 - 對 - 所以 - 其實 - 如果要比的話 - 我自己是覺得 - 我到現在都還是覺得 - 希特勒回來了 - 是近十年來 - 最偉大的喜劇片 - 這樣子 - 因為他指控的東西 - 非常的實想 - 非常的辛辣 - 那 - 史達林死了沒 - 因為就 - 就是我們 - 就有點類似我們 - 以幽默的心態回去看 - 過去發生的這件 - 這件事情 - 這樣子 - 那 - 其實 -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有辦法 - 被 - 這種 - 你們講 - 我雖然沒有看你們講的這部 - 史達林死了沒 - 然後我也還沒有看希特勒回來了 - 但是呢 - 因為最近 - 我也還沒看 - 其實是有蠻大的感觸 - 因為 - 是 - 因為最近 - 因為最近在看那個 - 有看到別的東西 - 然後其實在講類似的事情 - 但是那是紀錄片 - 它不是 - 它不是那個電影 - 但是那個算是你 - 算是你劇情片 - 算是你劇情片 - 就是他其實 - 它是一個那種 - 請那個 - 教授啊 - 就是訪問以前教授 - 跟歷史研究者 - 這樣子 - 然後描述當時發生的事情 - 對 - 這一篇叫做 - 欸 - 欸 - 等一下 - 誰誰誰誰 - 欸 - 欸 - 喔 - 對 - 聊天 - 哈哈哈哈 - 真是的 - 好 - 這一部紀錄片 - 叫做 Hitter circle of evil - 但是它 - 呃 - 它在網飛啊 - Netflix - 就是放的紀錄片 - 那 - 呃 - 它到目前為止 - 好像還沒有 - 還沒有中文翻譯 - 不知道是什麼 - 邪惡的圓圈 - 希特勒的邪惡圓圈 - 但這一部 - 我覺得是一部 - 蠻好看的紀錄片 - 為什麼呢 - 因為它講的事情 - 因為以前我們在看 - 這個時代的事情 - 總是在講 - 總是會比較概略的講 -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情 - 然後 - 可能就是 - 當時美軍怎麼樣 - 當時德國 - 打去哪裡啊 - 什麼的 - 有沒有 - 可是這一部比較有趣的是 - 它是在講當時的政治環境 - 就是他們到底是怎麼崛起的 - 就是他旁邊的那些人 - 呃 - 在做什麼事情 - 這樣 - 比如說戈培爾啊 - 戈林啊 - 希姆萊啊 - 對 - 跟希特勒之間的關係怎麼樣 - 它就是從一開始 - 希特勒主納稅黨 - 再幾個人在那個啤酒館裡面 - 演講啊什麼的 - 開始一路講到 - 他們最後結束 - 對 - 中間的那個什麼 - 會勾心鬥角啊 - 政治權謀啊 - 然後什麼的 - 其實都會 - 就是一級一級的講 - 連講的大概九級 - 每一級大概五十幾 - 這樣子 - 對 - 會啊 - 很好看 - 因為他是以 - 因為他打了 - 就是從他們開始 - 是一九二十年代 - 一路打到一九四五年 - 等於是二十五年 - 他分九級獎 - 所以他 - 講得非常的輕 - 非常的巨細 - 你知道 - 因為裡面很多東西 - 就像你們講的那個 - 狀態 - 一樣 - 對 - 只是他們那個是 - 就是當然他不會把戲劇化 - 他就是在告訴你說 -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- 這樣子 - 然後裡面呢 - 就最近 - 因為我也沒有 - 還沒有全部看完 - 大概看到第五集左右 - 看到第五集裡面 - 裡面就已經看到 - 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- 就是你會覺得這東西 - 感覺起來是 - 感覺起來好像是連續劇 - 才會發生的事 - 結果既然 - 是真實事件 - 這樣子 - 就是他的 - 一個非常忠誠的首相 - 對 - 副元首 - 到後來已經做到副元首 - 對 - 可是呢 - 因為就是他們後來的那一群人 - 就是為了 - 就變成 - 因為希特勒是一個 - 絕對權力的象徵 - 就是大家都要聽他的 - 所以變成你 - 你只要讓他寵愛 - 你就擁有權力 - 於是到最後 - 大家真的是拼命排馬屁 - 然後拼命的迎合他這樣子 - 對 - 那 - 唯一一個不太會玩這個東西 - 但是非常忠誠的副元首 - 就被排擠 - 就是已經被排擠到那個圈子之外 - 對 - 那排擠到圈子之外以後呢 - 他就沒有辦法 - 因為大家就批鬥他 - 所以他到最後精神失常 - 真的已經進入精神失常的狀態 - 然後到最後呢 - 不可思議的是當時 - 那個德國跟英國正在交戰的狀態 - 然後呢 - 他想要立下大功 - 他是副元首 - 就是以今天的角度來看 - 就是副總統 - 副總統的狀態這樣子 - 然後呢 - 他想要跟英國 - 就是想要獻上大理 - 就是想要 - 取悅那個希特勒 - 那怎麼樣取悅呢 - 因為希特勒已經不喜歡他了 - 那怎麼取悅他 - 他呢 - 自己開飛機 - 去英國 - 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- 他自己駕駛飛機去英國 - 然後企圖呢 - 那個什麼 - 跟丘吉爾 - 然後跟丘吉爾 - 去自己親自去見丘吉爾 - 然後那個 - 想要讓他那個 - 義和 - 你知道 - 你可以想像 - 一個副總統 - 自己開飛機 - 然後橫越 - 從德國一路 - 橫越到蘇格蘭去 - 然後他沒有跟任何人講 - 然後完全 - 因為一般來說 - 如果現在我們那個 - 元首要出去 - 出去嘛 - 副總統要出國 - 應該都會有隨護 - 手下會有規劃 - 什麼有沒有 - 但他不是 - 他就自己跳上飛機 - 然後就飛過去 - 而且飛過去之後呢 - 因為他還沒有地圖 - 所以他飛到那邊去以後 - 不知道該怎麼辦 - 找不到地方降落 - 他就跳機了 - 蛤 - 對 - 他就跳機 - 而且他從來沒有跳傘經驗 - 然後沒想到竟然還跳傘成功 - 跳傘成功以後呢 - 跌落在蘇格蘭的那個農家 - 農田裡面 - 然後被農夫發現 - 然後 - 他以為這樣子可以直接去見邱喜 - 沒有他們把他關起來 - 這就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 - 而且這竟然是史實 - 你知道嗎 - 但是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情 - 因為他在希特特的手下失從 - 他很想要 - 他很想要能夠取悅他 - 能夠希望做一件事情 - 能夠讓他能夠重回寵愛 - 然後於是他就決定去做這種事情 - 他就如果做這種事情的話 - 是不是他就可以 - 我就可以再度得到重信 - 可以再回來這樣子 - 可是這故事真的很誇張 -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- 就是看到裡面的一段 - 一封那個什麼 - 裡面的一個描述就是 - 他在出門之前 - 寫就是還擁抱了兒子啊 - 然後跟那個太太 - 然後寫了一封信 - 然後藏信 - 然後交給他的秘書 - 叫他秘書第二天交給希特特 - 然後我在看那一段的時候 - 想說哇靠 - 烈莎逢治的十月那一場戲 - 應該就是從 - 應該就是超這個的 - 你知道 - 如果你們有看烈莎紅色十月 - 烈莎紅色十月那一段 - 就是那個 - 馬克雷明斯他們那個什麼 - 要叛變 - 坐上他的紅色十月號 - 要叛變的時候 - 然後在那個什麼 - 出門的時候就拿到那個 - 在他叛變的 - 他已經算好在叛變的那一天 - 就是會有他的那個手下 - 他就寄一封信給他 - 然後把信拿去給他的那個長官 - 這樣子拆信 - 那一段戲就想要靠 - 就是這種狀態 - 你知道嗎 - 好啦 - 這個系列 - 我真的還蠻建議可以去看的 - 因為 - 其實還蠻精彩的 - 其實在看的時候 - 我每次在看的時候 - 就一直想到現在的情況 - 因為 - 他們其實在描述一個 - 極端主義的那個黨派 - 如何崛起 - 他們本來只是在路邊那個什麼 - 就是那種非常 - 應該是非常極端的那個價值觀 - 他們把就是等於他們攻擊猶太人 - 然後覺得那個什麼 - 猶太人應該要被逐出德國這樣子 - 然後日耳曼融光 - 然後 - 對 - 但是一開始就是沒有人要 - 沒有人會信他們 - 因為大家 - 因為本來人性本來就不會認為說 - 要去攻擊別人或者什麼 - 但他有提到說他們是怎麼樣 -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崛起的 - 可能經濟非常的不景氣 - 經濟不景氣 - 然後人民就是很痛苦 - 然後他們承諾說 - 因為他們曾經有預言說 - 就是他們其實一直都認為說 - 國外的那個什麼 - 欺負德國人 - 美國 - 對 - 所以我們經濟要自覺 - 所以如果你們經濟不自覺的話 - 民族主義不自覺的話 - 那我們最後經濟會被拖垮 - 結果他們 - 第二年就是經濟大蕭條 - 所以他們說中了 - 所以趁機變成了執政黨 - 趁機變成執政黨 - 但是他們要怎麼樣把這件事情解決呢 - 就是他們把所有的錯 - 全部歸在那個猶太人身上 - 經濟會被拖垮 - 完全都是猶太人害 - 他們就是要找一個 - 變成他們要找一個 - 發洩窗口 - 仇恨的對象 - 要一個簡單的目標 - 因為事實上經濟不好 -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很複雜的理由 - 不一定是完完全全是一個單一 - 但是民眾想要看到一個單一的 - 單一的那個什麼解決方法 - 所以 - 於是他們就怪罪一個人 - 一個怪罪 - 就是要有一個人 - 有一個那個什麼 - 也不一定是一個人 - 就是一個種族 - 或者是一個單位 - 或者是一個族群 - 他們就是被犧牲掉的那個人 - 你知道 - 我在看的時候就會想說 - 其實這種事情 - 其實在現在也是常常有的 - 也是有啊 - 也是有的 - 我在看的時候就覺得 - 我們自己的環境也是有的 - 我們就是這樣 - 我們必須要找一個 - 跟我們都沒關係的人 - 罵他沒關係的人 - 然後我們攻擊他 - 而且他們的解決方法很可怕 - 就是因為他們是非常 - 到最後 - 因為是民主主義 - 所以到最後 - 他們處理的方式是非常殘忍 - 所以經濟的解決方案 - 除了那個什麼 - 蓋路啊 - 或者是那個什麼 - 因為他們有一些解決方案 - 是公共建設嘛 - 然後公共建設讓失業的人去做 - 然後或者乾脆讓他們加入軍隊 - 然後這正好可以組建軍隊這樣子 - 然後 - 最可怕的一個就是 - 直接那個什麼 - 就是解除那個猶太人的資產 - 然後讓那些資產可以 - 那個拿來填充國庫這樣子 - 然後或者解決 - 或者是把猶太人的工作解除掉 - 然後讓那個什麼 - 日耳曼人來做這樣子 - 對 - 然後我在看這個的時候 - 其實我好了 - 我現在不講我們自己的環境 - 因為我覺得我們自己的環境 - 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- 但是 - 我同時又看又想到 - 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講那個 - 銀河英雄傳說嗎 - 嗯 - 那 - 銀河英雄傳說的主角 - 萊因哈特 - 他其實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- 對 - 如果你們有看的話 - 如果你們兩位還沒看嗎 - 對 - 不過那個莫佐我想 - 你應該可以去找來看了 - 因為他們已經有動畫 - 動畫版已經出了 - 出到第四集左右 - 但是應該不會講到這個後面 - 因為他後面有一段是他們的那個 - 帝國領內有政變 - 那政變是全謀鬥爭嘛 - 就是新的就是改革派 - 然後跟那個什麼 - 跟傳統的那個 - 戰有既有利益的那一派 - 在鬥爭 - 然後萊因哈特他是新的那一派 - 改革那一派 - 然後打贏了之後呢 - 他解決 - 因為戰亂之後總是經濟會蕭條 - 對不對 - 總是會 - 你打仗總是會花掉很多錢 - 然後會 - 會用了很多那個什麼 - 軍費 - 然後有很多人會死掉 - 那怎麼辦呢 - 就是我們長久以來經濟 - 因為他長久以來那個帝國也一直跟同盟打仗 - 然後所以經濟也變得很不好 - 那他怎麼辦 - 他去解除救帝國軍的那個資產 - 就是等於是那個既有 - 等於是 - 好啦 - 因為我們今天台灣的時候就是 - 把黨產拿來那個 - 知道嗎 -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- 他就是找一個那個什麼 - 大家都怨恨的對象 - 然後把他們抄家了 - 你知道嗎 - 把他們抄家了 - 然後這些東西就是拿來那個什麼 - 就是填補那個空虛的經濟這件事情 - 但這件事情是沒有 - 今天我在 - 就是 昨天在看完了那個什麼 - 看了那個 - 希特勒的那個 - 紀錄片 - 以後呢 - 我就想到 - 我就想到這件事 - 但是 - 我們在看的時候 - 那是真的有干擾 - 那是真的有干擾 - 那個 - 我一直被干擾 - 知道嗎 - 等一下我看一下 - 問我一下 - 唉 好吵啊 - 等一下 - Sorry sorry - 是我這邊的嗎 - 我不知道啊 - 欸 - 昆蓉的嗎 - 不是我的 - 不是你的 - 我沒有開 - 我沒有開麥 - 好吧 - 也不是我 - 也不是我 - 好吧 - 我們繼續講 - 講到一半 -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情況 - 雖然只是你好 - 他其實在做的事情 - 跟那個 - 希特勒是一模一樣 -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- 我沒有這種感覺 - 我現在看的時候 - 我有這種感覺 - 就是 - 是 - 他 - 沒有比較好 - 你知道啊 - 他也是一樣是殘忍的 - 只是因為他 - 他在傷害的對象 - 是我們都討厭的人 - 所以我們對 - 不會覺得他是邪惡的人 - 欸 對 - 所以 - 該怎麼辦呢 - 就是有的時候 - 如果你想要 - 那個什麼 - 想要維持你真正的那個 - 公正 - 你就不應該是這樣子的人 - 知道嗎 - 但是如果你要維持公正 - 到最後你可能 - 什麼都做不了 - 這也是有可能發生 - 所以 - 欸 蘇哥你有看黑鏡嗎 - 我大概只看了三集 - 我沒有 我是跳著看的 - 我沒有 - 因為有的時候 - 說老實話 - 我喜歡他們的那個故事 - 但是有的時候他們太黑了 - 黑了 - 我看到後來我心情會非常不好 - 黑鏡有一集 - 大家可以去找來看 - 非常經典 - 是第三季的第五集 - 它就講說 - 未來世界 - 軍人的視網膜都可以有植入晶片 - 這樣 - 他們就可以 - 例如說 - 拿槍的時候會自動出現準星 - 他們要什麼作戰情報 - 都自動從眼睛裡面出來 - 這樣子 - 然後 - 那個世界是 - 這個世界上面有怪物 - 然後軍人任務就是要去殺怪物 - 這樣子 - 然後 - 有一次男主角是一個菜鳥 - 然後他第一次出任務就英勇殺地 - 就殺了兩隻怪物這樣子 - 只是他被怪物拿了一個機器 - 照了一下眼睛 - 然後男主角回去就一直覺得眼睛怪怪的 - 但是檢查不出來 - 後來他們又出另外一個任務 - 他們也要去殺怪物 - 結果男主角進去發現 - 又有兩個平民這樣子 - 然後他們就 - 那跟我走吧 - 我救你們出去這樣子 - 這邊有怪物 - 結果突然旁邊的隊友過來 - 就把他救的那兩個平民射殺 - 對 - 然後 - 男主角就嚇一跳說 - 你在衝三小 - 然後就趕快帶著剩下 - 存活的 - 那個兩個平民就趕快逃走 - 這樣子 - 因為他的隊友都在射殺屏 - 他嚇到 - 聽你這樣子講到 - 劇情講到這個地方 - 我大概猜到大概是什麼一回事 - 對 - 聰明的觀眾應該已經猜到 - 我們那時候也已經猜到 - 然後 - 那個他看到的其實是 - 那兩個其實是 - 怪物 - 其實 - 其實 - 他們是這樣子的 - 那個世界 - 他們開始有一些篩選DNA的制度 - 就是我可以檢查出這個人的DNA - 以後呢 - 生了小孩 - 可能會 - 那個就是 - 基因是不良好的 -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 - 優生學嘛 - 就必須要把這些基因不好的人剷除 - 因此呢 - 他們做法就是 - 讓軍人的那個眼睛裡面的那個 - 看到的那些人全部都是怪物 - 他們用意就是 - 當軍人在殺敵人的時候 - 在殺那些人的時候 - 不會手下留情 - 因為非我族類這樣子 - 這樣子 - 其實 - 這個故事就是在 - 當就是在講當年希特勒的做法 - 就是當年希特勒他趕出 - 他趕跑猶太人是有他自己的一個政治想法 - 但是他們對於他們 - 德國境內的人的教育就是在說 - 猶太人就是一種 - 骯髒下流的那個物種 - 我們要把他趕進殺菊 - 所以那個時候 - 就是那個德國的軍人 - 納粹他們其實 - 殺猶太人是不會手下留情的 - 就是這種情況 - 對啊 - 我看了這個故事 - 我突然想到一個更久以前 - 由藤子伯二雄大師 - 他編了一篇SF短篇集裡面 - 有一篇正好相反的故事 - 故事是講說人類已經面臨生存存亡關鍵了 - 因為有個吸血鬼族群 - 一直在佔領很多地方殺了很多人 - 只要被他們咬到的都會變成吸血鬼 - 只剩下少數的人 - 躲在很少的地方 - 不知道要怎麼辦 - 結果那個男主角 - 有一天居然就被吸血鬼咬了 - 結果他發現被吸血鬼咬之後 - 不但身體變好 - 眼睛變得更好 - 眼睛變得更好 - 視力變得更好 - 日子也過得更好了 - 所以他不從此以後 - 開始決定加入吸血鬼的行列 - 這篇故事是這個樣子 - 其實我覺得黑鏡跟藤子伯二雄SF短篇集 - 其實很多篇都有很相近的創意 - 不能說相近 - 就是說他們對未來的那種想法看法 - 還有一堆對政治的嘲諷 - 其實是頗有建立的 - 而且更重要是藤子伯二雄 - 他的東西是40年前50年前 - 他就這樣想到了 - 這個SF短編輯大家可以有空 - 有機會的話 - 到書店看一下 - 或是在網路上購買的都可以 - 在網路上購買 - 特地提到這個 - OK - 好啦 - 我只是突然間 - 特別想要說一下而已 - 好啊 - 那個 - 其實好像台灣 - 我覺得台灣其實也是啊 - 我們常常在笑說 - 就是哪裡人哪裡人很落後啊 - 幹嘛幹嘛的 - 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那都是一種既定印象 - 有沒有 - 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情況是 - 那個 - 其實很多人 - 對於 - 那個 - 對岸的群眾 - 其實他們都還是覺得他們是沒水準的 - 幹嘛幹嘛的 - 但是 - 顧且不說 - 到底這 - 是真是假 - 或是 - 都有 - 但是問題是其實 - 任 - 就是認真去想的話 - 那到底這些 - 訊息 - 這些印象是誰給我們的 - 對不對 - 然後 - 他 - 他 - 是讓我們 - 相信 - 相信了這樣子 - 那如果我們 - 一直就是 - 沒有去懷疑 - 然後沒有去走出去看的話 - 我們一直都會 - 相信這個 - 不見得是事實的事情 - 這樣子 - 對阿斯 - 是的 - 對這個 - 這個我可以直接再提更那個 - 更久的那個案例啊 - 迷霧驚魂 - 對 - 迷霧驚魂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那種 - 類似那種小型的社會實驗的那種狀態 - 就一群被關在那個 - 你們有看過這部電影嗎 - 就是一群人被關在 - 被困在那個 - 購物中心裡面 - 然後外面有 - 霧裡面有怪物 - 這樣子 - 對 - 那可以去找來看 - 那這部 - 很可怕的一部片 - 因為那是我到目前為止 - 看過最觸目驚驚的電影 - 可怕不是可怕在怪物這件事情 - 可怕是可怕在這一群人互相勾心鬥角 - 然後就是開始 - 因為很多人在懼怕底下 - 很害怕 - 然後就會開始有圈圈嘛 - 就幾個人會跟幾個人在一塊這樣子 - 然後有些人就開始出現 - 用宗教來領導大家的那種狀態 - 需要犧牲品 - 對不對 - 於是就突然間 - 軍人就被人變成了犧牲品 - 為什麼 - 因為大家認為是軍人把這些 - 把這些怪物帶來的 - 讓誤過來了 - 所以他們要懲罰軍人這樣子 - 對 - 那好的這一群人 - 就是男主角這群人 - 他們四個人 - 然後到最後逃走 - 但是我覺得到最後那電影的結局 - 也是在跟你講說 - 他們也不是對的 - 因為他們其實也是一個那種 - 自我感覺良好的一個團體 - 為什麼 - 因為你看 - 你光看他最近的那個 - 最後的那一場戲 - 他把自己孩子殺掉 - 然後結果他這麼樣一個 - 那個悲慘的結局 - 就告訴你說 - 其實作者其實是不認同他們的 - 因為你一開始在 - 有人在需要幫助的時候 - 你也是沒有要幫他 - 對啊 - 可是你卻 - 自我感覺良好的 - 就是四個人 - 然後覺得我們比較好 - 對 - 所以最後 - 所以真的是 - 我覺得最後那一場 - 其實那個時候 - 最後 - 他在那個什麼 - 馬路當中抱著他已經過世的孩子 - 被他自己殺掉的孩子 - 然後 - 在那個霧裡面出現 - 軍人走出來的時候 - 哇靠 - 簡直是崩潰 - 然後裡面車上面載的人 - 就是一開始 - 一開始 - 他不願意出手拯救的那個女人 - 他被救了 - 結果到頭來是他被救了 - 所以 - 為什麼呢 - 其實我覺得他在某種情況就是在告訴你 - 說 - 解檔啊 - 這件事情都是不好的 - 他都不認同 - 哪怕你們是兩個死的 - 對 - 到最後唯一被拯救的 - 是那個唯一一個 - 直接一開始就走出去 - 大家那個 - 那個那個什麼 - 購物中心的那個女人 - 知道 - 獨善其身的一個女人 - 對 - 他不要跟他們 - 他不要跟他們在一塊 - 結果他最後竟然是存活的 - 這樣子 - 好啦 - 好啦 - 我們扯遠 - 這一部 - 我們從史達林 - 一直講到迷霧驚魂 - 這樣子 - 還蠻遠的 - 黑鏡真的很好看 - 黑鏡是 - 也不好看 - 但是我有說啦 - 就是黑鏡你要 - 你真的要在 - 心情還不錯的狀態下看 - 心情不好的狀態下看 - 讓他心情更差 - 因為黑鏡其實很 - 很黑 - 很黑 - 他就很虐啊 - 你看到後來 - 你整個講他 - 人性如此是沒希望 - 我為什麼要 - 然後看完心情會很差 - 你知道嗎 - 看完會很厭世嗎 - 會有一種 - 會有一種 - 會有這種感覺 - 就是他 - 對於這種科技 - 充滿了 - 焦慮跟恐懼這樣子 - 他每一集 - 都是聚焦在科技這件事情 - 就到底科技 - 對人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- 對吧 - 一直有聽人家在討論 - 黑鏡其實就是在講 - 就是科幻啊 - 黑鏡影子 - 科幻影子 - 但是我覺得啦 - 就是因為他 - 很純科幻 - 你知道嗎 - 很純科幻然後他 - 他因為他又是影集 - 他就是在短片 - 他是單元劇 - 所以他每一集都是 - 完全不一樣的故事 - 那要在這一集裡面 - 然後就把整個他要的議題 - 核心全部講完 - 所以他非常的虐 - 你知道 - 就是一般來說 - 如果是兩個小時的電影 - 或90分鐘的電影 - 他會有一些唐一來包裹 - 你知道 - 會有一些愛情什麼的 - 複線啊 - 或者是讓你把這個東西 - 比較充淡一點 - 比較不會那麼的 - 不會讓你覺得 - 那麼的不舒服 - 可是 - 呃黑鏡的情況 - 基本上就是一個小時 - 他只是紫核心 - 然後很多東西 - 由於他場景 - 他的場景 - 或者是他成本的關係 - 就會變成他 - 很 - 很預言式 - 對 - 很預言式 - 就是很明顯 - 就是那個東西就是 - 不是 - 呃 - 沒有其他那個什麼 - 讓你覺得賞心悅目的部分 - 可能直接就直接進到那個 - 他要講的那個東西上面 - 很像很像預言 - 變得很像是預言 - 這樣子 - 然後你看到後來 - 你這有點在縮腳 - 你知道 - 有點累 - 對 - 所以我後來大概看了 - 好痛苦 - 不舒服 - 所以我很喜歡看科幻片 - 我真的很喜歡看科幻的小說 - 對 - 但是那個 - 我真的覺得 - 我有的時候 - 那個在工作忙的時候 - 我真的一點都不想看那個東西 - 對 - 是他取名叫黑鏡 - 其實也蠻恰當 - 就Black Mirror - 就是他就是 - 應該是說 - 他那個鏡有點像是科技的意思 - 就是黑暗的科技 - 這樣子 - 如果你有翻成台灣台式的那個翻版 - 就是人間造妖精 - 這種啊 - 台灣民間靈異故事 - 因為台灣其實也會喜歡拍這種警視劇 - 只是他總是會用那個什麼 - 民間故事的方法來包裝 - 只是因為台灣人對科技的那個進展這件事情 - 比較不那麼有感 - 之前前幾天 - 大概上個禮拜吧 - 才有人在聊說 - 為什麼台灣沒有科幻片 - 台灣為什麼沒有辦法拍像2001太空漫遊 - 這樣子的東西 - 這樣子 - 這樣子 - 下面很踴躍的在討論 - 沒有 - 我的回應 - 結果就是 - 你想要有科幻的電影 - 你就要有科幻的文化嗎 - 對不對 - 那 - 你要去看這個世界 - 是不是 - 這個環境 - 這個場 - 應該是說這個文化 - 這個場 - 長河 - 好像也不是長河 - 這個是長 - 這個是長 - 就台灣這個地方的人 - 是不是喜歡看科幻 - 成本不夠 - 是不是也是一個原因 - 成本沒有 - 我覺得不是 - 不是這個原因 - 我覺得不是這個原因 - 因為 - 因為他們有在聊說 - 那日本 - 我就問他說 - 那日本為什麼那個 - 因為他們講 - 他們一開始的一個論調是說 - 那個什麼 - 有登陸月球的啊 - 有發射衛星的國家 - 是不是比較會去討論這種事情 - 這樣子 - 沒有 - 我覺得沒有 - 我覺得那日本也沒有啊 - 那為什麼他們 - 他們會有那麼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- 宇宙戰艦大和號啊 - 機動戰的鋼彈啊 - 什麼都出來了這樣子 - 那我覺得應該是跟本土文化本身那個什麼 - 時不時心那種冒險 - 或者是幻想 - 這些東西有關係 - 知道嗎 - 我覺得我們比較不喜歡幻想 - 我覺得根本問題是在於說 - 老實講 - 老實講 - 大部分的台灣人 - 都不怎麼喜歡思考 - 但是問題是 - 科幻這種東西其實就是 - 當你思考之後 - 對於自己 - 然後對於 - 現在這個社會的一個反思 - 那像台灣人看黑鏡 - 肯定說不了啊 - 我覺得並不是說台灣 - 他們喜歡看爽便 - 我覺得不是台灣人不喜歡思考 - 台灣人還是會思考 - 你不能夠用台灣的一般人 - 喜不喜歡思考 - 日本的一般人也不喜歡思考啊 - 你不能夠用大眾喜不喜歡思考這件事情 - 來說 - 我們台灣人好像品質都比較低落 - 我覺得不是這個樣子的 - 我的意思不是說 - 台灣人 - 不看科幻片 - 就品質低落這種結論 - 而是 - 台灣的文化還是會思考的 - 只是台灣人的那個什麼 - 文化思考 - 並且目前都還沒有進展到那種狀態 - 我們想的是我們現在日常生活的痛苦 - 就比較偏少 - 比較偏現實 - 因為我覺得台灣有特殊環境 - 台灣環境比較特別不一樣 - 就是我們對於未來其實沒有什麼展望 - 我們其實對未來很不確定 - 你知道 - 所以我們乾脆就不要去想未來的事情 - 我們想的是我們現在的事情 - 我們看了 - 周兄你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- 也就是對未來想像 - 其實基本上就我自己覺得目前 - 整個全世界的各種文明裡面 - 對未來有想像的兩個文明 - 就只有美國跟日本而已 - 歐洲沒有嗎 - 連歐洲也很少 - 其實俄羅斯發射過幾次衛星 - 他目前對未來想像也是照抄美國那一套 - 也是 - 深圳真的有對 - 身為一個文明 - 身為一個社會 - 對未來有所想像的只有美國跟日本 - 這兩個國家 - 真的是這樣嗎 - 我倒是沒有特別想過了 -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這兩個國家的科幻的一些作品會比較好 - 但這又提到一個關鍵說 - 科幻是一定要絕對要科幻嗎 - 很多好故事不一定要呈現 - 用科幻的方式講 - 像我們剛剛講說台灣沒有科幻文化 - 但是台灣有靈異文化 - 但靈異文化不一定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那些鬼故事 - 不一定就是我們這 - 其實用靈異也可以講出很好 - 很不舒服 - 這就是我最近在想到的那個 - 因為之前 - 之前好像也是 - 不小心的 -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去找這個東西 - 就是去找到華視的那個 - 啊我知道了 - 因為是那個什麼 - 我看了一篇那個這麼用寫的影評 - 我在介紹那個窮瑤合作的那個導演過世人 - 然後他就貼一篇那個庭院深深的那個 - 就是一個很久以前窮瑤劇的影 - 連續劇的片段 - 然後我就去找 - 然後一早就找到台灣靈異事件 - 台灣靈異事件的連續劇 - 然後突然間一時時間就發思苦之憂情 - 因為那個東西是我在高中時候的連續劇 - 然後我點一下我就知道這個東西 - 他當時是在學什麼東西 - 他在學X檔案 - 是的 - 就是他 - 因為X檔案那時候在台灣 - 影集算是在滿流行的 - 然後在全世界也都造成了風潮 - 你知道 - 就木德與史卡莉 - 然後去找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情 - 然後幽浮啊什麼的 - 然後他們想要 - 把這個 - 把這個東西 - 然後整個複製過來 - 但是呢 - 台灣 - 你如果在台灣講 - 幽浮跟外星人 - 一定沒人要看 - 所以他們就把他本土化 - 靈異事件 - 對 - 所以其實也是神秘的事件 - 然後有這個檔案 - 然後那個連片頭 - 也都是兩個人在那邊走過來 - 走過去這樣子 - 對 - 然後謝竹烏彥 - 對 - 對 - 那 - 我覺得他其實就是把這些東西 - 把他轉移另外一個標準 - 但事實上很多故事 - 其實在基本上很類似這樣子 - 對 - 而且像我剛才講說 - 靈異題才也可以有好故事 - 我又要再把 - 藤子柏雄的 - 異色短篇集的其中一篇拿出來講 - 對 - 這也是藤子柏雄 - 他異色短篇集的其中一個故事 - 就是一個老人 - 對 - 他就是死掉了 - 然後他就上了天堂 - 然後他就想到 - 他這輩子娶錯老婆 - 生錯孩子 - 然後家裡完全不合 - 然後他就突然想到說 - 喔 - 我年輕的時候 - 我沒追到那個女生 - 如果我可以再跟他在一起的話 - 那有多好的 - 然後那個 - 流頭馬面就給他一個說 - 好啊 - 現在你可以再活一次 - 對 - 我讓你再活一次 - 然後你就可以 - 你就可以試試看 - 去追你原來那個女生 - 然後他真的就再活一次 - 然後他再追了 - 他原來想追那個女生 - 結果一模一樣 - 結果一模一樣 - 結果一模一樣 - 老婆還是 - 他也是一樣煩人 - 然後兒女也是一樣不聽話 - 然後他就這樣 - 然後最後大家還增家產 - 然後他最後又這樣死 - 結果他死掉之前 - 他突然醒來 - 原來他剛剛 - 再活一次的那個鏡頭 - 是剛剛那個牛頭馬面 - 重新 - 重新那個 - 預示一下 - 給他知道說 - 讓他知道說 - 你就算再選一次 - 其實也是一樣的結果 - 嗯 - 既然再選一次的一樣的結果 - 那你還不如 - 接受你現在這樣狀況 - 好好上天堂去吧 - 其實你這個題材啊 - 彼特飛龍也曾經 - 有一集是講這個的 - 所以那個科幻 - 與靈異這些東西 - 他都是在劇本中 - 你要看你要 - 加入什麼元素 - 他就會變成科幻 - 然後或是奇幻 - 或者是靈異 - 對啊 - 那一集其實是畢凱建長 - 就是 - 他那個 - 受了傷 - 受了傷以後 - 然後突然間那個Q就出現了 - Q其實是一個 - 呃 - 在那個什麼 - 他們那個系列裡面 - 一個近乎 - 像是神一般的 - 一個那個外星種子 - 他可以彈指 - 然後就讓你到好幾光年去 - 他可以製造幻象 - 還可以回到過去 - 然後還可以製造一聲 - 你沒看過的情境 - 這樣子 - 那他其實就是 - 有點像是 - 星劍裡面的神明 - 的那種狀 - 的那種 - 的那種角色 - 然後他就問他說 - 畢凱啊 - 那個什麼 - 你現在想不想人生再重來一次啊 - 這樣子 - 對 畢凱就想說 - 以前 - 他就跟他吵 - 吵一吵 - 以後就想說 - 我以前曾經那個什麼 - 太過魯莽了 - 以前曾經受過一次重傷 - 太魯莽 - 如果我受了那個什麼 - 如果我沒有受那次重傷的話 - 再重來一次 - 我絕對不會做這件事情 - 那你就回去吧 - 就跟著他跑回去這樣子 - 然後他就真的回去體驗 - 那個時間點 - 那個時間點 - 於是他就突然間就是 - 他就不要去 - 然後他就 - 他覺得他這次要走不同的路 - 這樣子 - 對 然後可是呢 - 呃 - 當他做這個決定 - 以後突然間又跳回到20年後 - 對 就是直接 - 你做這個決定 - 好Q就把你再帶回20年後 - 這樣 - 20年前你因為沒有那個什麼 - 沒有好勇鬥痕 - 你跟人家打架 - 然後你的心臟沒受傷 - 可是你的個性變得很懦弱 - 你做什麼事情 - 都是走最安全的牌 - 所以你不會當艦長 - 對 - 你到現在還是個中尉 - 然後還是 - 然後你現在 - 可能還不是領導街 - 你現在只是一個技術官 - 這樣子什麼的 - 然後他就變成恍然大悟 - 就是說 - 那一部片 - 那一集其實很幾次 - 就是也是很預言式的東西 - 他就在跟你講說 - 他最後領悟到說 - 人生的每一個目標 - 並不是說 - 你看到 - 你覺得以前那一段事情 - 是魯莽的 - 但是 - 它並不是毫無意義的 - 就是 - 因為這件事情 - 因為你年少的魯莽 - 給你的經驗 - 然後你今天才會變成今天的你 - 你今天才可以 - 那個什麼 - 變成一個會冒險犯案 - 然後有領導界的建築 - 之類的 - 如果你 - 否定你的過去的話 - 然後你就 - 現在的你就不是 - 這個樣子 - 所以你不要去否定你過去的樣子 - 不要老是在那邊想說 - 你以前 - 要是有做個什麼就好了 - 沒有 - 你就要看 - 你應該是說 - 有過去的那些錯誤 - 或什麼 - 你跌倒 - 然後或者受了傷 - 那你才會 - 你今天才會 - 經過的訓練與磨難 - 你才會變成今天這個樣 - 之類 - 然後建長就 - 原來是這樣子 - 好 - 反正那 - 但是那個沒有 - 沒有那麼簡單啦 - 就是他 - 他中間還有很多衝突 - 因為他這個人的個性 - 其實跟Q - 他很討厭Q - 所以就變成一番爭執 - 以後他最後就是軟弱 - 然後自我懺悔 - 欸Q就 - 喔真的這樣想嗎 - 彈一下手指 - 然後就回到那個 - 最前面的狀態 - 你要不要打架 - 他就去打了 - 然後打了 - 那個刀就戳到他心臟 - 喔 - 然後當他戳到刀戳到心臟的時候 - 派基克史路華真很會演 - 就是被戳的時候 - 演出來的表情是一種既痛苦 - 然後又 - 那個什麼 - 又釋懷的一種表情 - 就好痛 - 然後但是他笑 - 然後笑 - 那個什麼 - 就知道說 - 體悟這樣子的那種表演 - 再變回來 - 那一集其實是在講這種東西 - 但是他是科幻片嗎 - 他其實很預言 - 你知道嗎 - 他只是在科幻的那個框架裡面 - 他們在太空船裡面 - 遇到一個外星人 - 然後外星人在扮演的神的那個什麼 - 神的角色 - 要不然如果在台灣 - 一定變成土地公帶你去哪裡 - 這樣子 - 或者是那個觀世音菩薩給你一個 - 的這種故事 - 你知道嗎 - 是啊 - 的確是啊 - 就是剛剛講那些 - 喔其實你把 - 那個外星人換成土地公 - 嗯 - 就可以發現在台灣 - 嗯 - 就可以發生 - 而且搞不好編的也是可以一樣好 - 是啊 - 只是說科幻 - 科幻跟靈異其實是一體兩面 - 是啊 - 科幻跟靈異其實是一體兩面 - 對沒有那些科幻奇幻靈異 - 或者是那個鬼片 - 其實都是很接近的東西 - 只是說 - 其實很多人下意識會覺得說 - 外星人比較酷 - 然後土地公比較遜 - 沒有 - 可是問題就是在於台灣 - 我覺得 - 好可是我們要回到講科幻這件事情 - 就是台灣人本身其實對科技的發展 - 沒那麼敏感 - 所以才會變成我們的文化跟我們的故事裡面 - 比較不實心講科幻的東西 - 我覺得啦 - 所以我們比如說如果像我們這種預言 - 一定可能會變成是一個整卡郎 - 然後跑去哪個那個然後求廟啊 - 然後什麼之類的 - 可能會變成這種 - 就是我們的那個文化傳統 - 可能比較於重古 -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草根性 - 就是鄉土回憶之類的東西 - 是 - 因為為什麼呢 - 因為我覺得我們對於科技的 - 我們對於科技的那個 - 感受還沒有到那麼深 - 那可是因為他們有 - 之前在看探索頻道的時候吧 - 他們有些人的訪談也曾經有提過說 - 美國為什麼會這麼 - 常常會有這麼多科幻的故事 - 他說很簡單 - 因為美國 - 是很年輕的國家 - 他們其實沒有傳 - 他們沒有很老舊的傳說 - 他們頂多有印第安人的鬼文之類的 - 但是在這種狀況 - 台灣可能會發生 - 我們的那個城市 - 都市傳說會看到鬼對不對 - 但是呢 - 對於 - 美國人來講 - 他們都市傳說就是被外星人抓走 - 就是 - 他們因為是年輕的國家 - 所以 - 比較不容易會有那種 - 千年幽魂的這種東西 - 你知道 - 雖然有那種老宅啦 - 但是 - 也不過才幾百年兩百年而已 - 還不 - 那個時候 - 比起來歐洲的鬼比較利一點 - 你知道 - 吸血鬼 - 對 - 歐洲在謎吸血鬼 - 然後美國這邊 - 美國這邊就 - 可能是有印第安人的那個 - 那個什麼 - 動物的靈之類的 - 有沒有 - 祖靈之類的 - 但是呢 - 一種新興的產業 - 一種新興的都市傳說就是 - 外星人把你抓去做實驗 - 對 - 就是把你的屁股 - 你的屁股放東西進去之類 - 另外他們有提過說 - 這種東西可能也來自於 - 美國他們那種傳統的那個什麼 - 意識形態有恐童的文化 - 你知道 - 就被人家抓走 - 所以這個時候 - 為什麼要在屁股放探針 - 為什麼不從嘴巴放探針 - 為什麼不從嘴巴放探針 - 眼睛放探針 - 一定要從屁股 - 對不對 - 所以他把兩個 - 你最害怕的事情把它放在一塊 - 對 -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子 - 好啦這個 - 其實剛 - 嗯 - 說說說說 - 剛大俠講啦 - 我就想到了 - 我這個禮拜終於 - 就是因為之前聽 - 石耀博介紹 - 我終於去看了 - 倒帶人生 - 耶 - 推坑成功 - 對然後倒帶人生 - 其實他講的是 - 他也是在講類似的事情 - 可是他剛好 - 他不一樣 - 他是有點類似說 - 有一個小孩 - 他可以看到未來 - 無限次在還沒開聊 - 一直在問無限次在還聊完了 - 我們還沒開始 - 還沒開始 - 還沒開始 - 他可以一直去看到 - 對他的故事很錯綜複雜 - 但簡單來說 - 他就是可以去看到他未來的 - 每一個選擇之後的 - 改變的平行宇宙 - 然後他就可以去選擇 - 然後他可以去改變他的選擇 - 所以他就有好幾段人生這樣子 - 然後就是到了最後 - 然後別人也很confused說 - 所以你到底經歷的是哪一段人生這樣子 - 然後結論就是 - 到底什麼是對的選擇 - 他說其實每一個選擇都是對的選擇 - 他就說 - 其實說不定 - 這些都不是真的 - 我們只是一個 - 當年在做選擇的時候 - 的一個小男孩的幻想這樣子 - 這進入哲學的境界 - 這有點像那個什麼 - 那個什麼 - 那個什麼 - 極光追殺令 - 你知道嗎 - 或者是那種那個 - 或者是那個 - 欸那叫什麼 - 威爾時畢是演 - NIV 星際戰警 - 而會最後面的那場戲 - 喔 - 對就是我們其實只是個彈珠而已啊 - 之類的 - 之類的 - OK - 對 - 但就是我覺得厲害的就是 - 道代人生他 - 要講一個很 - 很深的問題 - 但他用的是非常 - 好玩的方法 - 而且看的時候 - 很像艾蜜莉的異想世界那種感覺 - 對對就是他 - 他用的是很好玩的 - 很好玩的方式這樣子 - 很狂想 - 然後他就 - 而且他不會有一種 - 高高在上 - 顧弄玄虛的感覺 - 你知道嗎 - 就是屌打 - 木荷蘭大盜 - 我覺得他也屌打星際效應 - 星際效應 - 那句什麼 - 愛穿越時間 - 我就覺得太唬爛了 - 因為 - 好吧 - 因為我真的 - 覺得說 - 木荷蘭大盜他 - 太 - 太 - 太做作嗎 - 太故意了 - 然後就 - 太可以了 - 就其實你看我們 - 我們這樣看了之後 - 就知道說 - 其實有更好的方式 - 可以來講一個 - 你想要講的 - 你想要講的問題 - 這樣子 - 把日子突然想到 - 就是 - 終於 - 被推坑成功 - 對啊好開心喔 - 因為我蠻 - 蠻 - 蠻對那個什麼 - 台灣的 - 靈異 - 的電影 - 嗯 - 我希望可以多一點 - 哈哈 - 嗯 - 其實 - 像之前那個什麼 - 我覺得就很好看了 - 哦 - 因為他那個是 - 它這個就是 - 台灣的習俗就是 - 撿紅包 - 類似那種 - 嗯 - 嗯 - 然後他把他弄得還蠻恐怖的 - 我覺得 - 對 - 這顆戲現在那個 - 大部分的那個 - 國片還是不賺錢啦 - 對 - 如果有賺錢的話 - 那個自然就會多很多處 - 我會希望 - 紅衣小女孩應該 - 應該有機會帶齊 - 沒有就是 - 也不是人人都能當 - 紅衣小女孩啦 - 對 - 我覺得反正那個 - 去當台北物語 - 是比較容易成功一點 - 哈哈哈哈 - 台北物語比較容易成功 - 沒有 - 欸前陣子還好 - 網友發起那個 - 就是台北物語包場的活動 - 對啊 - 一周年了欸 - 沒有 - 台北物語 - 台北物語只有這一部了 - 那個上周不是有一個 - 有一部也是文件 - 喔 - 沒有我那個很 - 覺得很特別 - 他既然有人號稱是 - 是另外一個版本的 - 什麼什麼什麼版的 - 台北物語 - 我想哇台北物語 - 現在竟然有人要 - 把他拿來當成那個 - 什麼 - 模仿的對象 - 哇靠 - 可是台北物語 - 不好意思 - 差了嗎 - 台北物語真的很爛嗎 - 嗯 - 這個 - 這個 - 這個東西你不去看 - 你是不會知道的 - 這個 - 我跟你講你沒有辦法去 - 你沒有辦法 - 體會就對了 - 對你無法體會 - 為什麼我們會怎麼說 - OK - 請贊家 - 請贊家那個 - 近期有網友自行策劃 - 台北物語重演 - 台北物語要 - 你想要做小場 - 那個小場是放映 - 也不是說 - 一定要去趕那個 - 金馬銀展什麼的吧 - 對不對 - 對啊那個時候 - DVD出來 - 我跟你講 - 你只要再找三四個人 - 你就已經可以 - 可以做類似的事情了 - 就已經可以 - 就跟房間一樣 - 對 - The room - 好啦 - 沒有因為那個 - 像那個什麼 - 大俠以前 - 就有發生過這種 - 你就有參與過這種活動 - 一群人去看The room - 在某個人家裡面看The room - 對不對 - 好啦 - 好吧 - OK 那 - 好啦 - 我覺得我們已經聊得夠多 - 史達林 - 應該早就已經不是史達林了 - 好不好 - 已經不是史達林 - 已經是在講科幻片嗎 - 好啦 - 再來公共電視有一個系列 - 算是台灣的科幻片 - 然後它裡面那個系列叫做 -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- 然後它裡面的其中一集 - 叫做必需過動 - 有在金馬奇幻影展上映 - 然後評價還不錯 - 就是台灣罕見的科幻題材 - 有這個我有注意過 - 只不過我還沒有看過 - 我看到預告片 - 其實就是它畫面色調什麼都很漂亮 - 但是它講的東西還蠻縮教 - 讓我覺得有點做作的感覺 - 這個沒有啦 - 我就一樣還是那一句話 - 就是你們一開始就先不要用那個什麼 - 很高檔的那個什麼價值的那個標準 - 去鎖定這種東西 - 因為他們在拍這些東西的時候 - 他們也沒有什麼 - 前面也沒有什麼前人 - 那 - 那等於是他們就是在操 - 就是他們在摸索 - 那在摸索的過程中間 - 你不能夠要求他一開始就已經是 - 哇好像已經必須具備 - 跟好萊塢般的等級 - 要像黑鏡這樣子指指核心 - 然後又不至於說教 - 哇好難喔 - 對 - 但是 - 因為我換那個 - 有人已經看完再分享 - 就大概提到一些 - 嗯嗯嗯 - 好啦 - 我們應該要進入主題了 - 等一下 - 反正我自己 - 對那個你才女巫 - 你全家都女巫 - 還有配方 - 北韓邀魂解放日這兩部片我是蠻有興趣的 - 而且北韓邀魂解放日的片商 - 是那個電影配樂傳奇 - 啊 - 對對對對對 - 他們是片商的 - 嗯 - 好吧那沒完那個 - 因為現在的也沒人有看過 - 下個禮拜要是有任何人有看過的話就可以 - 等一下來 - 你是北韓嗎 - 北韓我有看過啊 - 北韓有看過 - 為什麼怎麼那麼多 - 我也是 - 沒有啊 - 那個 - 北韓是因為 - 高雄電影節的時候 - 嗯 - 喔 - 所以你現在 - 所以你現在要講 - 北韓搖滾解放日嗎 - 呃 - 我可以十分 - 我可以大概五到十分鐘簡單講 - 五到十分鐘 - 不然我覺得觀眾應該快很堵攔 - 對 - 他們就是想一堆人在那邊等著要聽東西 -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一直在那邊講別的東西 - 沒關係 - 反正他的紀錄片劇情很簡單 - 就是北韓 - 然後金正恩呢 - 就是邀請了這一個非常非常狂的這個樂團 - 嗯 - 進去北韓裡面去做一場演唱會 - 嗯 - 但是他們在籌備這場演唱會的過程 - 通過了非常非常多的刁難 - 嗯 - 而且他們在中間他們自己 - 有去裡面去走他們整個 - 要怎麼講社區的狀況 - 然後去看 - 然後他們覺得 - 哇 - 這根本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- 他們覺得這個世界很理想化 - 而且他們 - 他們自己團圓的感覺就是說 - 感覺這些人不是表演出來的 - 是他們本身的天性使然你知道嗎 - 就是他們感受到這些人不是做錯的 - 就是他們完全就是一個 - 你說那些 - 烏托邦的感覺 - 這個樂團的人覺得那些北韓人 - 不是在演戲他們自己的 - 就是裡面其中有一部分的人 - 因為他們有時間是可以看得到 - 他們一些閒暇之餘 - 他們有搭車 - 然後有時候在路口那邊放空 - 然後拍照的時候 - 他們的觀察是這樣子 - 嗯 - 但是實際上 - 他們自己在表演要準備彩排 - 然後再準備一堆東西 - 他們表演說他等得快睡著 - 就是會被刁難 - 然後裡面會出現一大堆很鳥的事情 - 然後比方講他們的節目 - 像很好玩 - 他們原本準備的曲目二十幾首 - 就最後三一三三一三 - 好像三不到只要十首 - 所以他們整場演唱會 - 只有看了三四十分鐘 - 然後就結束了這樣 -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過程 - 然後整個就是在表達這種荒謬 - 可是他們又沒有把他們的那種 - 原本的那種野性 - 完全的消除掉 - 還是把它保留在裡面 - 他們就是想要跟這個體制 - 去碰撞 - 想要去看看他們到底 - 能夠接受到什麼樣的底線 - 然後就是一個 - 要怎麼講 - 這個樂團一直在測試北韓 - 北韓的底線的一個還蠻有趣的真實紀錄 - 那還蠻有趣的啊 - 所以說這個是金正恩被騙的故事 - 雖然裡面沒有拍到他 - 可是還蠻好玩的 - 對吧 - 好吧 - 大概就這樣 - 好 咱們來復收著吧 - 介紹這個 - 我個人真的覺得你們何苦在今天講 - 對不對 - 那莫佐我覺得這部適合再聽一點看 - 因為跳完之後 - 這一部嗎 - 對 - 適合再聽一點看 - 因為我覺得這一部 - 這一部的話 - 建議找那個 - 你覺得音響好一點的 - 因為他這部有音樂啊 - 因為他這部有音樂啊 - 他這部有那個感覺 - 所以你一定要提那個 - 你不要聽那種 - 就是那種戲劍太老 - 然後可能喇叭有破 - 又有那種感覺 - 你就會覺得怪怪的 - 對 - 這部 - 好啊 - 這部很OK啊 - 等你們有看過 - 下禮拜再來 - 一個人講 - 多麼可憐啊 - 對 - 這部沒有興趣啊 - 然後咧 - 又沒有看 - 然後就很難那個 - 但這部在這種情況很難找到 - 沒有 然後大家一群人現在好像很明顯 - 又不是很想聽你講這個 - 對對對對 - 這部真的講得過耶 - 是我知道 - 但是目前好像不是聊這個時候啊 - 看遊戲 - 你為什麼要 - 沒有啊 - 好啊 - 我們下個禮拜 - 那個什麼啊 - 如果有人看完再說 - 好啊 - 好啊 - 何苦呢 - 今天明明就是一個大堂 - 你下個禮拜又沒有新的電影再上了 - 我都覺得不瞭解 - 為什麼大家敢這個時候講你們那個 - 你們那個 - 又還有那個啊 - 你才女巫 - 我知道 - 你才女巫 - 本週 - 本週今天很可憐 - 應該是說 - 如果下個禮拜 - 我們沒有什麼 - 大片要講的時候 - 你就知道說 - 這個時候就可以講這個東西 - 蛋集 - 對不對 - 純粹的 - 是 - 就是 - 好 - 不過我也有錯啦 - 我不應該在那個時候講 - 像希特勒的小圈圈 - 我不應該要聊這個 - 順便 - 順便 - 好啦 - 感謝您的收看 -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-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 - 從小鮮長在湖外邊 - 還有許多小朋友 - 笑起小孩又相連 - Kabinett - 只好想要 - 哩棄 - そ你也要 - 滿地 recherche - 滿地 rehabilitation - 升 Anh